陈思辰这是又自我感动了 就不担心小女友软具吃醋生气吗 8月8日零点刚过 陈思辰就卡点为前妻佟丽娅庆生 陈思辰在微博中写道 多多妈 生日快乐 帅性从容 自意灿烂 并晒出一张佟丽娅在电影院的背影照 庆生微博发布没多久 陈思辰就遭到了网友的吐槽 有网友称陈思辰是不是还爱佟丽娅 另一位网友就立马表示 她有小女友 还有网友吐槽称别爱 让佟姐独美 还有网友吐槽的更犀利 春陈思辰有小余佑拉 还为前妻各种送祝福庆生 不知道她演的是哪出戏 春陈思辰是不懂真爱的油腻大叔 偏偏要装自己是人间痴情汉 陈思辰此前多次被爆出出轨 佟丽娅在事发时并没有选择离婚 而是在2021年两人官宣离婚 离婚差不多一年时间 陈思辰就被爆出了新恋情 多次被拍到和小女友软具 陈双入队 陈思辰之前和父母一起旅游 软具也跟着一起去了 可见陈思辰和软具的感情很稳定 为前妻佟丽娅庆生 丝毫不担心软具会吃醋生计